繁華的好萊塢 處處可見影視娛樂業的身影 但是在繁華喧囂中 卻有一處鬧中取勁的博物館 靜靜述說弱勢的消防歷史 它就是弱勢消防局博物館 館中極具歷史感的消防設備和救護器材 仿佛將人置身遙遠的過去 今天博物館特別向媒體開放 帶弱勢民眾一起回溯一段 不為人知的長久歷史 這可不是普通的老業車 它承載著弱勢發展厚重的歷史 是弱勢消防博物館中經典館藏 這輛1954年產的凱迪拉克 便是當年弱勢消防局的救護車 坐落於好萊塢的弱勢消防博物館 原為1930年建立的 弱勢消防局27號消防站 時光荏苒 又有誰能想到當年未滅火 消防員還要燒鍋爐製造蒸汽 為水加壓 多德在弱勢消防局服務30年 他的家族在消防領域服務 則有百年歷史 目前他仍在eBay上搜集 可以豐富博物館館藏的物品 對於館中藏品更是如暑家珍 從馬拉的消防車到更換了汽車引擎的消防車 消防工具也在與時俱進 而對於落實消防歷史感興趣的 還有洛杉磯市前市議員拉邦吉 落實消防博物館不僅餐豐富 為紀念在消防戰線上犧牲了消防員 市外廣場上還住有紀念碑與紀念塑像 以及有各個消防站定位的落實地區地圖 以免懷消防員為城市做出的貢獻 落成18台記者陳瑞德 旅瑶好萊塢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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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